欢迎收看本节目 太瘦了 眼神呆滞 但如今的情况是 肖战已经成为了流量艺人 怕也是不会去出演 严冰云这个戏份并不多的角色了 所以 庆于年二严冰云换人出演 这件事情传出去后 大家都在猜测谁会来出演这个角色 传出来的有不少版本 之前还被当事人否认过 但如今大家说的最多的 就是由王右硕来出演 说到王右硕的名字 或许大家会觉得有些陌生 但是说到王右硕出演过的 影视剧作品和角色 大家就应该对他充满期待了 在刚刚收官的 如意芳菲这部剧中 王右硕在其中 出演五百起这个角色 不仅角色人设十分讨喜 而且古装颜值 也是备受观众称赞的 在这部剧中 他和许佳琪 在剧中的CP热度 甚至超过了男女主角 知名度也有所提高 而在之前 他就已经参演了 由张星成和周宇彤 共同合作的古装剧 《大宋少年志》 在这部剧中 他出演的王宽 也同样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 颜值与演技都很到位 虽然总是出演配角 但能够将配角演得出 才也很不简单 而且还年轻 来日方长 如今 他刚刚杀青了 君九龄的拍摄 之前还参演了 由迪丽热巴和吴磊合作的 电视剧 《长歌行》 资源也有在慢慢变好 估计多出演几个角色后 他也会成为 年轻男演员中 备受观众认可的那一个了 演技靠谱 这没什么可担心的 而从古装颜值方面来说 肖战的古装颜值 的确的不错 但王右硕就是凭借古装颜值出圈的 所以自然也不差 而且 从他过去出演的 几个古装角色来看 性格不一 还是挺有可塑性的 严冰云这个角色 有些古装 冷艳霸总的感觉 王右硕来出演的话 应该会有 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 目前听说 庆云年二这部剧中 严冰云这个角色的戏份 会大大增加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庆云年 第一部中 严冰云这个角色 并没有多少戏份 还是播出到 最后几集的时候 才出现 但第一部结尾的时候 严冰云刺杀了范贤 给观众留下了悬念 也让没看过原著的观众 对这个角色 接下来的走向 充满期待 如果第二部角色 戏份有所增加 王右硕又揭演了 这个角色 说不定他之后的发展 也会随之改变 毕竟 庆云年可是 大家都很期待的作品 第一部又成为了热播剧 想必第二部也不会太差 而王右硕 目前大家对他的了解都不多 但从他的角色和作品来看 的确来日可期 你们觉得由王右硕 来出演 严冰云如何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不迷路